《創世記》第26章 要用十幅列的細麻萬子建造聖幕 又要用藍色、紫色和鮮紅色的線裝飾萬子 並以精工授上基路牌 這十幅萬子的尺寸必須完全一樣 長十二米九十厘米、寬一米八十厘米 五幅萬子要連在一起造成一幅長萬子 並且把另外五幅萬子連成另一幅長萬子 在兩幅長萬子的末幅邊緣上要釘上藍線環 這幅跟那幅邊緣上的五十個線環要兩兩相對 然後造五十個金鉤子 把兩幅長萬子扣起來 這樣聖幕就連成一個整體 要用山陽毛織十一幅萬子作聖幕的罩杖 這十一幅萬子的尺寸必須完全一樣 長十三米八十厘米 寬一米八十厘米 把五幅萬子連在一起造成一幅長萬子 並把另外六幅萬子連成另一幅長萬子 要讓這兩幅長萬子在神聖帳幕前方垂下九十厘米 再這兩幅長萬子的邊緣割造五十個扣環 再造五十個銅鉤 扣住兩幅長萬子上的扣環 這樣罩杖就會連成一個整體 這幅罩杖剩餘的九十厘米要垂到帳幕後面去 而兩邊剩餘的四十六厘米要垂在聖幕兩旁 好完全覆蓋聖幕 最後要蓋上一層深刻式的宮棉羊皮作保護 再蓋上一層優質的山羊皮 罩杖就完成了 至於聖帳的支架要用金合寬木來造框架 每個框架高四米六十厘米 寬六十九厘米 底部都有兩個筍頭 所有框架都要這樣做 要做二十個框架支撐聖幕藍面的萬子 再做四十個銀底座 每個框架下面有兩個 筍頭穩固地套住底座 至於聖幕北面 要另外做二十個框架 以及四十個銀底座 每個框架下面有兩個 在聖幕的後面 即西面 做六個框架 並為了鞏固在聖幕後面的兩個角位 附加兩個框架 這式各位框架的底部要相連 頂部要用一個環來固定 使各位連成一體 兩個各位都要這樣做 這樣聖幕後面共有八個框架 安放在十六個銀底座上 每個框架下面有兩個底座 要用金合寬木做橫木連接框架 為聖幕北面做五條橫木 為藍面做五條 為聖幕的後面 就是向西的那一面 也要做五條橫木 中間的橫木連接框架的中段 從聖幕的一端通到另一段 要給框架包上金 還要造成金環內固定橫木 橫木也要包上金 要按照我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 把聖幕搭建起來 要為聖幕內部用獵的細麻做一幅特別的曼幕 這幅曼紙要用藍色紫色鮮紅色的線裝飾 並以精工授上基努鉑 要把這幅曼幕掛在四根金合寬木柱的金鉤上 柱子要包金 安放在四個銀底座上 要把內層曼幕掛在勾紙上 把藥櫃放進曼幕後面的位置 這曼幕要將聖所和智聖所分隔開 把藥櫃的蓋子 即屬罪之處 蓋在智聖所裡的藥櫃上 把桌子放在內層曼幕的外面 聖所的北面 把燈台放在南邊 就是聖所的另一邊 要為神聖障幕的入口做另一幅 要用聶的細麻做曼曼 並用藍色、紫色和鮮紅色的線 收上精緻的圖案 要做五根金合寬木柱 並包上金 用金貓把曼曼曼掛在柱子上 作為柱子鑄造五個銅底座